我还是建议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养老尊老的这么一个传统 能够把我们每年的重阳节能不能作为一个法定的节假日 特别是现在像我们这个独生子女家庭的这个父母 也都往70岁以上开始 那么当他们因病住院或者是不能自理的时候 是不是作为子女应该去陪护 否则的话也是存在一些现实的问题